哈喽大家好我是普通俗传直说电影的唐思琳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部喜剧科幻电影 回到未来 我们的男主角马蒂走进了一个满市中表的房子 本想帅帅的演奏一曲呢 却被突然轰飞了出去 就在那时博士的电话来了 兴奋的说自己的实验成功了 并约马蒂今晚见面 但马蒂呢随后就像这件事情抛着脑耗 因为上学校吃大了呀 所谓的男主角就这样表现的不一样 普通人都是走路上学 马蒂就是拿个花板 跟在车后面车不是演柯南吧 不过呢还是被光头主任抓住了 同样吃到的还有他的小女友 两人亲见我我鸡鸡鸡鸡鸡 陶磁乐的鸡皮疙瘩是掉了一滴 但好事呢被个老阿姨打断了 要他捐钱重建三十年前被雷电弄坏的钟塔 并将传单也给了马蒂 马蒂回到家后就看到窝囊老爸呗 黄毛上司直着头大嘛 窝囊老爸呢只是一味成熟不敢反抗 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又要听啰嗦老妈 讲他语啰嗦老爸 哎呀啰嗦老爸窝囊老爸啊 是因为爷爷撞到窝囊老爸之后 才认识他老故事了 身心疲惫的马蒂也是倒床不起 却为博士的电话吵醒 才记得跟博士约好了见面 博士要马蒂录下他伟大的发明 一辆汽车 当然了这不是普通的汽车 一看到奇奇怪怪的一气 就知道这辆汽车藏着秘密 我是一个有故事的汽车嘛 博士立即展现出他的实验成果 他要他的爱犬坐上车 用遥控器来控制车 以高速的速度向前开 就差点撞到两个人的时候 车突然不见了 只留下两条摩擦起火的车胎 横起一分钟后 车又重新出现 在车上的时间表呢 却没有任何的变化 博士说这是他研究的 可以穿越时空的时光机 我是时光机 但就在这时呢 恐怖分子突然出现了 对着两人是 一顿扫射 博士不省身亡 马蒂借机坐上时光车 逃亡就是这么简单啊 并且呢就是这么简单的穿越了 就是这么穿越了 来到一世界 时光车突然抛锚 马蒂只好走路来到强镇 看着熟悉又陌生的家乡 马蒂才确定自己 真的是穿越了 让人意外的是 马蒂在咖啡店 遇见了窝诺老爸 三十年前的老爸呢 还是被黄毛上死 欺负不敢反抗 马蒂追上骑单车离去的窝诺老爸 发现他竟然偷偷的 偷窥女生换衣服 这是不是所有的年轻人 都是一个哈子 好奇心啊 眼看着老爸跌下 要撞倒的车 马蒂上前推开老爸 自己却被撞晕了 随后呢 一个卷毛美女房间醒来 这不是他啰嗦老妈 当然了 是1955年 年轻的妈妈了 美女对马蒂按送邱博 马蒂是避之不及啊 看着卷发 美女对自己动手 都要马蒂害怕的 立即逃走 在这种情况下 马蒂只能找博士帮忙 但三十年前的博士 并没有发明时光机啊 马蒂将录像机放给博士看 因为要启动 汽车要就要超大的电压 三十年前根本做不到 能做到的只有雷电了 马蒂立即拿出那张 重建宣传单 被雷电击中的中塔时间 发生在一星期后 但不幸的是 马蒂代替了爸爸被车撞倒 爸爸失去了跟妈妈相遇的场景 于是爸爸妈妈的姻缘断了 照片上的兄弟也因此逐渐消失 无奈之下 马蒂只好想办法撮合爸爸妈妈 但窝囊老爸 实在是太窝囊了 几次都失败了 不仅如此 还要马蒂出场收尾 于是卷发美女更加迷恋马蒂了 甚至主动邀请马蒂去参加晚会 但实际上应该是爸爸邀请他在晚会上跳舞结婚 然后结婚 马蒂只好跟窝囊老爸做出一场戏 在他调戏卷发美女的时候 他出来阻止 但实际上是马蒂被人调戏 我是无力吐槽这个梗了 但首先来的是跟马蒂有过去的黄毛上司 马蒂被他的手下抓到黄毛上司 关上车门调戏卷发美女 按照约定来的老爸是应该打开车门 想要大骂 看到强热的黄毛上司 立即就怂了 但在美女的哀求之下 窝囊老爸鼓起了勇气 狠狠的奏向了黄毛上司 看到窝囊老爸如此男人气概的一面 卷发美女立即迷上了窝囊老爸 两人手拉手去参加晚会 虽然计划有些不同 但看到两人顺利牵手的马蒂 也是怂了一口气 马蒂赶回晚会 代替受了伤的急的手 谈急的因为爸爸妈妈 是在晚会上跳了舞 接了吻之后才结婚的 这件事情必须发生 但又有强穿的人 来阻止窝囊老爸和卷发美女 眼看着卷发美女被抢走 马蒂快要消失了 但最后一刻 窝囊老爸竟然凶起了 强势的夺回了卷发美女 马蒂又重新回来了 照片上的兄弟姐妹们也回来了 最后呢 马蒂赶紧赶到中塔下 利用雷电发电 回到30年后 但想到30年后 博士被恐怖分子杀死 于是马蒂写了一封信 给博士来提醒他 虽然电缆突然断了 但最后的关头终于连上 马蒂顺利回到了30年后 但一切又改变了 他的窝囊老爸呢 成为了商业强人 当初趾高气昂的黄毛上司 却成了喜车小弟 曾经烟雾自己的 小女友的啰嗦妈妈 竟然非常的喜欢他了 就在两人要去约会的时候 博士突然出现 说大之不妙 带着马蒂和小女友 一起回到30年后 好了 故事到这里 就先告一段落了 影片充满喜剧性 但也告诉我们 未来不是一生不变的 一顶点的改变 都会影响全局 未来都是掌握在 自己手中的 想看更多电影 请关注唐思琳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